大家好,我是阿成 剪映在前陣子更新了新版本 這次更新的內容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這個數字人的功能 完完全全做到了不露臉拍片的方式 那麼這期影片我會來跟你分享數字人功能要怎麼使用 首先打開剪映,你需要先有一個文本的內容 先插入一個文本 再點擊右上角面板中的數字人 你好,很高興遇見你 接著就會自動開始生成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再堅持一天星期天不上班 一直睡到下午,這就是我廢物的一天 一項後飛出了 再點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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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星期四 明天星期五 再坚持一天星期天不上班 一直睡到下午 这就是我废物的一天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语音的话 也可以进行修改 当然配音的部分 也都是大陆配音 如果你想要台湾语音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AI语音 助手 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你可以看到生成完的影片会长这样 感情线末端 走向失职下方 或失职与中之间 成叉状的人重感情 对待另一半 也是体贴包容 同样也能获得另一半的真心相待 因此婚姻幸福 为之福气之首相 剪映AI的功能很强 你不仅可以用智能写文本 你也可以直接生成影像 最后还可以搭上数字人 公司想要做行销影片的话 也可以多关注这类的资讯 但如果你想要做个人品牌的话 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做 还是自己出镜会比较好 智能写文本的部分可以这样使用 在剪映这边找到智能写文案 写你需要的关键字跟风格 剪映就会自动帮你生成 会有几版的文案可以供你选择 首先准备新鲜的鸡肉丁 花生米青椒甘蓝椒葱姜蒜等食材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或是有帮助到你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订阅追踪这个频道 未来我会继续发布更多 跟后制剪辑影视学习相关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我会回答你 我是阿晨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